上梦夏参老和尚 当代佛门奇宿 一代高僧大德 公元1915年7月13日 农历一某年6月初二 梦参老和尚诞生于中国黑龙江省开童县 今天的吉林省白城地区 俗姓刘明瑞庭 1928年加入东北讲武堂军校 918事变后 跟随东北讲武堂退至北京 1931年 长老梦见自己坠入大海 被一位老者救离困境 并向他指示前往一栋宫殿般的地方 说是他一生的归宿 醒后经过询问 梦中的宫殿境界就是北京房山县上方山的死院 遂于当年年底 在北京近郊上方山都帅四出家 发明为《觉醒》 长老认为自己没有觉也没有醒 只是因梦出家 便给自己取名为梦参 同年在北京年花寺受笔秋节 借期圆满南下九华山 朝礼地藏菩萨道场 正遇上六十年举行一次的开启地藏菩萨肉身薄塔法会 因缘殊胜 为他之后弘扬地藏法门 开启深远的缘起和影响 1932年秋 长老到古山永泉寺 入法界学院 医治慈州老法师 学习华言经与戒律 在慈州老法师的亲自指殿下 日夜礼拜 普贤行愿品 开启素式学习经论的智慧 又在慈老的调教下 年复二十岁 便以带座讲课的机缘 逐步成长为独当一面 唱演弥陀经等大小经论的法师 1935年秋 至青岛战山寺 随谭虚老法师 学习天台四教义 1937年 奉谭老之命 赴厦门迎请红衣法师 至战山寺 讲述随机结磨 护驰红老 生活起居半年 红衣法师 亲赠首书的净行品 并嘱托他 弘扬 地藏三经 1940年 逃脱日军追捕 前往西藏色拉斯 医治下巴仁波切 学习藏传佛教 格鲁派菩提道修法次第 修学五年 藏传佛教法名为 滚雀土灯 并前往青海 西康等地游历 1949年底 离开藏区 1950年元月 因不愿放弃僧人身份被捕 入狱三十三年 看尽真实的人性 长老将深奥的佛法 与具体的生活智慧 结合起来 日后初遇红法 形成了一套独具魅力的 语言 与修行风格 1982年 平反初遇 任教于北京中国佛学院 以讲师身份 讲书四分率 踏出重新红法的第一步 1984年 受邀恢复闽南佛学院 担任教务长一职 一方面培育新一代的僧人 一方面开讲华严经 从此年开始 数度应弟子邀请 到美国 加拿大 新西兰 新加坡 以及香港 台湾地区 红法 并广开 皈依 剃度 姻缘 长老受通院法师 嘱托 鼎力业助他的弟子 兴建女众戒律道场 同时 顺利恢复 燕荡山 能人寺 2002年时 长老应邀 常驻 五台山 普寿四奖经 并指导圣宝山 远程寺的僧众 敬修 2003至2007年 长老克服身心环境的障碍 在朴寿寺 讲完大方 广佛 华严经 八十卷 共五百余作 了却多年来 未曾圆满的信愿 期间 又应各地归一弟子请求 陆续开讲 大乘大吉 《地藏十轮经》 《法华经》 《棱岩经》等 大乘经论 2008年1月 再次应台湾地区弟子 齐寝赴台鸿法 讲经开始十余场 并举办千人大法会 2009年春节 于台北复江 战查善恶业报经 盛况空前 成为台湾佛教界 弘法之美谈 6月 于香港大学 开讲法华大义 于香港大学 佛学研究所 做佛学开始 听众上签 坐无虚席 2012年 应武台山政府邀请 附建万佛洞 真荣寺 命弟子龙明 主持附建具体事宜 2013年时 定居万佛洞 真荣寺 决林仗室 静修 除非身体违和 等特殊情形 还是维持长久以来 定时定量的 个人日课 虽垂暮之年 仍不惜老病之躯 献身说法 俨然为深山中的 一盏明灯 中国佛教界的 当代龙像 2017年 11月27日 农历丁有年 10月初十 16时30分 当代佛门奇俗 一代高僧 上梦下参长老 于武台山真荣寺 安详舍报 世寿103岁 僧拉87载 孟参长老 年高得少 道心如盘 石绿冰雪 毕生作欲僧才 演说大成 联宗遍布大洲 涉受弟子 无忌述 祈愿长老 不舍众生 承愿再来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